喝牛奶對身體有益定有害? 預防骨質疏縮是否可以單靠補蓋呢? 穿平底鞋對雙腳是否沒有傷害? 最重要是健康告訴你 現在告你兩條罪 第一條 你令人對你朝思暮想,沒有你便會哭哭 第二條 你令很多人骨頭出事,沒有骨氣 我? 我們當然不是說你,莫醫生 你是救人的 我們是說你,杯咖啡 對,很多人說咖啡令骨質疏縮的軟空之一 因為咖啡因會令小上中的鈣質分泌多了 而咖啡因亦有利料的作用 會增加少許排卻,令骨質流失 你說得相當正確 其實這個理論在80年代已經出現了 第一個大型研究是美國的費命難研究 跟隨了3700多個病人 發現如果女性每天喝了兩杯咖啡 或者四杯茶以上 就會增加了骨骨折斷的機會 另外還有一個研究 發覺如果長期喝咖啡的話 骨質的密度也會降低 不過另外也有很多不同的研究 發覺有不同的發現 主要原因是因為骨質疏縮 又不是單一原因 喝咖啡只有其中原因之一 所以喝咖啡應該沒問題 只要一天不要超過兩杯就可以了 兩杯是嗎? 嗯 好,那麥醫生,我們先喝一杯 咖啡因對骨質有影響 鈣質對骨格有幫助 最重健康的譚小環當然知道了 雖然我們這些年輕女 不容易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但預防勝於治療 像我這樣會補充多些鈣質 例如喝牛奶或者吃鈣片 這樣就可以預防骨質疏鬆了 是否補鈣就可以足以預防骨質疏鬆呢? 當然補充鈣是很重要的 不過這個不是唯一的因素 如果你想補充足夠的鈣 除了你要多喝奶 包括每一天要有一杯高鈣低脂的奶 另外譬如綠色的蔬菜、豆腐、果仁 這些都是含有很充足的鈣 另外身體的鈣質的吸收 在每一個人來說 因為在35歲之前 就會儲藏你的骨質最重要的時期 所以當時的吸收是很重要的 而另外女性在收經之後 因為鈣的流失會變得十分之重要的 所以當時的吸收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這樣之外 維他命D的吸取也是很重要的 維他命D究竟在哪裡有? 首先 維他命D在食物方面比較難吸取得到 所以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曬太陽 其實以香港來說 每一天大約曬15至30分鐘已經足夠了 當然了 當然不要中午那些時間曬 否則很容易會中暑 所以比較好的都會在早上 或者近黃昏的時間 如果你想真的要有效地 預防骨質疏鬆 負重運動就會是很重要的一環 我知道 負重運動 那又不用這麼誇張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每一天做30分鐘的負重運動 例如什麼呢 譬如說可以走路 灑太極 或者跳健康舞 這些都是可以的 沒理由是我的 我這麼年輕 骨頭又沒有痛 怎麼會是我呢 怎麼會關我的事 人們說大肚子生完寶寶 才會大量流失鈣症 我都未生寶寶 怎麼會有骨質疏鬆 任何情況之下 骨質的流失量大過製造量 就會產生骨質疏鬆 年紀和性別是一個主要的誘因 例如這個女性更年期之後 就會減少了脂肪素 而脂肪素減少的時候 骨質也會流失 另外還有其他很多的原因 例如身體過瘦 營養不足 運動不足 或者缺乏鈣質的時候 都可以引致骨質疏鬆 尤其是年輕的時候 我們身體不發現 因為沒有這個病徵 到年紀大了 受傷的骨頭 受到傷害的時候 這樣才能發現到 而至於懷孕期間 沒錯 以及嬰兒的確可以從母親的體內 吸收大量鈣質 但如果預早做好這個預防 吃好鈣片 就沒有太大的影響 人們說男士不會骨質疏鬆 莫醫生你就好了 錯 男人當然有骨質疏鬆 每12個男人50歲以上 就有1個是骨質疏鬆 而女性50歲以上 每3個就有1個是骨質疏鬆 所以最重要是定期檢查 雖然你們兩個這麼年輕 也不妨試一下 不痛的 不傷身的 不用錢的 全港大約有40萬人患有骨質疏鬆 隨著人口老化 越來越多人會面對這個問題 要檢查骨質的密度 最常用到的就是超聲波儀器 這部機可以透過檢查腳硬的位置 而推出全身的骨質密度 它的操作比較簡單 很多機構都用它來做初步檢查 左醫生 我現在可以準確地知道 自己的骨質密度究竟高不高 當然不是 因為如果你真的想準確地知道 你就一定要做一個 雙能量X光測試 這個才是世界衛生組織所供應的標準 通常來說 我們會幫你測試一下你的脊骨和你的骨骨 才可以準確地知道你的骨質密度 雙能量X光測試骨質密度 過程大約需要15分鐘 由於骨質疏鬆 最常見的部位是骨骨和脊椎骨 所以檢查會集中在這兩個部位 菠菜豆腐湯很有營養 益你們兩個 別玩了 菠菜和豆腐會有神結石 就是 豆腐含有大量的鈣 菠菜有草酸 兩個加起來 變成草酸鈣 會沉澱在腎裡 形成神結石 這個說法的確有些根據 不過是知道一點 但知道不完 八成的腎石 沒錯是由草酸鈣所形成的 豆腐的確有鈣 而草酸也可以來自菠菜 但不是代表兩樣一起吃 就會增加神石的可能性 為什麼呢 其實草酸只是引致神石的主要元兇 能夠引起神石的產生 比起鈣高出15倍高 如果有鈣 亦有草酸食物一起進食 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會在腸胃裡 成為結晶體 排出體外 因此減少神石的機會 所以這碗湯應該沒問題 可以喝的 不用 為什麼 還怕 我們在喝鹹汁炖燕魔 你這麼有營養的東西 留給你 喂 毒食難肥 要吉格生長健康 除了做運動 吸收鈣質也很重要 那麼豆腐、盒裝豆腐、 豆漿和牛奶 哪種食品的含鈣量是最高呢? Fafi 如果我在街市買的豆腐和盒裝豆腐 哪種的鈣質會較高 其實在街市買的豆腐 鈣質會較高 因為在街市買的豆腐 它是用石膏粉 每一磚的豆腐 如果是硬身的 有500毫克的鈣 軟身的都一定有300毫克 相反 盒裝的豆腐 因為它不是用石膏粉 它是用凝固劑的 要吃一盒 才等於77毫克的鈣 相對比街市買的 鈣質是少很多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自製豆漿 貪去救營藥 鈣質特別多 如果自己做豆漿 那些人會覺得 沒有防腐劑會較為健康 但其實鈣質 你要喝到10杯豆漿 才等於一杯奶的鈣質 如果是自己做豆漿 通常我們會建議 人們加少許芝麻 因為一湯匙的芝麻 都有100毫克的鈣質 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會建議做的 就是買市面上 加了鈣的豆漿 那牛奶的鈣質 應該在食物當中最高了吧 其實奶的鈣質是最高的 一杯普通的鮮奶 它就會有300毫克的鈣 高鈣奶會更多 有450毫克的鈣質 除了奶之外 乳酪、芝士都很高鈣 白飯魚、連骨食的沙甸魚 綠葉菜 例如菜心、芥蘭菠菜 現菜的鈣質都很高 還有可以留意一下標籤 因為很多飲品 很多生合一的飲品 它裡面都添加了鈣 很可能一包或一杯 都會有500毫克的鈣 成年人建議每一天 一定要有1000毫克的鈣質 最基本一定要有一份鈣質的食品 例如一杯奶、一杯高鈣豆漿 加上綠葉蔬菜、連骨食的魚 或是豆腐 就足夠一天所需要 我們會建議 盡量每一天 不要多過2000毫克 因為太多的話 會增加有腎食的風險 我今天還沒喝奶 我說 飲毛奶對身體好 可以補充鈣質 保持骨隔健康 我反對 美國有研究說 飲得牛奶多反而更不好 因為牛奶裡面的動物蛋白 會令身體酸性增加 身體為了調節過多酸性問題 就會將鈣質排出體外 反而令骨質容易流失 一杯牛奶的含鈣量 等於30碗豬骨湯 所以飲牛奶 可以防止骨質疏鬆 減少骨折 我反對 美國有研究說 飲牛奶無助減少骨折 反而飲得牛奶越多的國家 骨折的問題就越嚴重 還說牛奶和很多重病有關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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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說這麼多 凡事都有好乳壞 食物是如此 牛奶都有好乳壞 現在爭論也影響了多年的歷史 先從好處開始 一杯250毫升牛奶 已經有285克的鈣 足夠人三分一 一日所需 另外還有8克的蛋白質 10克的脂肪 和12克的乳糖 營養價值是無可置疑的 但有什麼壞處呢 反對飲牛奶的人就會說 牛奶裡面含有牛的白血球細胞 動物的蛋白質 甚至乎有牛的生長 荷爾蒙 相信這些物質 可以令到癌細胞有生長 甚至引起糖尿病和心臟病 但大部分的研究 都是基於動物的實驗室的研究 如今還沒有任何大型的研究 證明牛奶對你有害 莫醫生,我們即是誰贏 我這麼多東西說 我有評判的,我贏 我翻隊 嘉嘉,你看看莫醫生 站得這麼直,不辛苦嗎 我說可能他用了腰風 所以就紮實了 我,腰骨好就自然會站得直 我常做運動 這樣我就可以保持骨格的強作 骨格強了,我就自然會… 哎呀 哎呀 這真是咬柴 是呀,很痛 拿著毛巾敷 讓我幫你擦一下 擦散魚血會快點痊癒 其實咬柴就是腳跟強力內曲 以至腳跟外側的肥骨 和鞋骨中間的人帶斷熱 再加上軟組織出血 以至腳又紅,又腫又痛 治療的第一步就是要消腫 令人帶不要再次受傷 一樣,如果敷熱毛巾的話 可能令到血管擴張 就會腫更多 如果暖那麼出動的話 原本受傷人帶可能會更傷重 所以最重要兩位妹妹都是敷冰 麻煩你,哎呀,敷冰 哦 敷冰 不小心容易受傷 不良的再知都可以令到腰部肌肉追監盤受損 為什麼 我經常都要對著電腦做事 一做就做幾個小時了 所以經常都會覺得腰骨痛 可能坐得不好 現在的人就會坐直一點 保持90度 人們說這樣沒那麼容易腰骨痛 究竟怎樣坐才為之正確呢 是不是好像我現在這樣坐到90度角 還是好像我最近又看報紙或研究發現 要坐到135度才是最負責的呢 顧醫生究竟怎樣坐才對呢 其實我覺得90度或者135度反而不是最重要 如果我們看看人體正常的腰椎的結構 因為人和其他動物是不同的 我們是直立的 所以我們的腰椎間盤 承受一個垂直的壓力 如果你在這個姿勢之上 你經常容許腰部向前傾 就會造成這個椎間盤承受一個很大的壓力 如果久了這個椎間盤就會很容易退化 而其實在成年人裏面 椎間盤的退化造成的各種問題 其實是導致我們腰痛的一個比較常見的原因 在明白了剛才的道理之後 其實我們應該怎樣坐才是正確呢 就是務求保持這個生理的弧度 譬如大家看到前面有一點弧度 後面有一點承托 就最能夠保持這個弧度 所以我們如果這樣坐在這裏 大家都會留意到 我譬如後面是會有些承托在這裏 就是容許這個正常的弧度發生 就最好了 報紙還說呢 高醫生呢 坐姿固自然是重要的 不過任何姿勢 如果我們容許它維持得太久 對身體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不時都要做一些舒展的動作 對我們的骨格才是為之好 以外很難避免的 就算在家居 普通的活動都有機會傷到根骨 難道洗碗也會受傷嗎 沒錯 洗碗的時候 由於洗碗的過程可能需要十幾分鐘 向前彎腰的時候 在腰椎那裏造成腰椎的很大壓力 腰椎長期受壓力的話 可能令到椎加幅也有影響 我們建議做的時候 做這個動作 我們最好就是把膝蓋稍微彎 膝蓋稍微彎的話 腰椎壓力就會放鬆了很多 吸塵而已 沒那麼容易傷根骨吧 其實吸塵這個動作 也很容易傷到腰椎的 由於你經常彎腰去重複做一些動作 對腰椎產生一個很大的壓力 特別是平時肌肉比較弱的人士 腰椎的受壓也很大 對於腰部肌肉不太強壯的人士 在吸塵裡面 我建議他利用一條大的毛巾 將腰圍住它 可以增加腰部肌肉的力量 相對來說 對肌肉勞損 特別是腰椎的勞損 是可以大大簡單的 我們每天平均行幾千步 腳部負荷很大 不過女士假鞋通常會以靚為首選 小環都不例外 所以很容易腳痛 我本身有很多雙高跟鞋 因為平時拍劇和出秀 都會有機會穿到 但穿得高跟鞋多 雙腳會又累又痛 所以不用開工的時候 我通常會穿一些 沒什麼爭和平底鞋 看它沒那麼容易傷腳 嗯 走了那麼久都沒事 平底鞋真的不容易傷腳 我們大家很多時候都會知道 穿高跟鞋對腳的健康 有不良影響 但不代表我們穿平底鞋 一定是很好的 其實最重要的是 看看那雙鞋 本身的鞋底 對腳的承托 對我們身體重量的承托 是否承托得好 壓力分布是否平均 如果一雙鞋的承托不足夠的話 如果穿得久的話 很容易會令腳有不同的問題出現 譬如觸筋炎 觸弓炎 或者是腳裡容易生雞眼 口皮 郭醫生 那些人經常說 如果屈下一雙鞋 它軟熟一點 走起來都會好一點 是否真的 其實正正是相反 如果一雙鞋像這雙鞋 好像很軟熟 但剛剛我們就看到 在中間的位置 承托的腳 就不能夠有足夠的承托 也不能夠幫助我們 走路的時候減少壓力 一雙比較好的鞋 其實在中間來說 應該是有足夠的支撐 反而我們屈動的時候 應該是在前面的地方 是容許腳趾的活動 才有屈曲的 在中間應該是有好的承托 這樣便是動不了的 腳跟大約是有一寸至一寸半的高度 還有 腳趾前面 當我們穿了鞋進去的時候 發覺腳趾動的時候 是有足夠的空間 讓腳趾動動 還有將我們的腳趾向到最前 頂到鞋頭的時候 剛剛好後面 是一隻手指位 或者大約一個厘米的位置 就為之是一個比較上好的鞋 腳部如果出現筋膜炎 或者是觸筋炎 可以透過休息或者物理治療去處理 例如冰敷和外線暖敷 又或者衝擊波治療 其實以前主要是醫治一些腎石的病人身上 但這幾年其實已經證實了可以醫治一些根健的毛病 例如觸底膜炎或者網球爪之類 它的原理就是將衝擊波去接觸患處 它就可以增加環住血本增生 增加血循環 以及達到止痛和消炎的效果 這種治療可能會和其他物理治療交替處理 當然要視乎病情異定 我要突破自己 我要努力向上 我要高人一等 近上一層樓 我要高到兩寸 我要再高一點 你們倆這樣做是不會增高的 不是跳多一點可以拉長一點骨嗎 我叫過爸爸的 應該會再高一點 沒錯 做運動可以增高 不過不是你們這把年紀 增高有兩種原因 第一就是遺傳因素 第二就是環境 遺傳因素來說 例如西方人高過中國人 或者父母高的時候 生的子女都高一點 遙明就很好的例子 這些完全是由遺傳因子所控制的 另外一個環境因素 尤其是發育時期的環境因素 例如健康狀態 例如營養 以及運動 運動可以刺激老下垂體 分給生長荷爾蒙 荷爾蒙可以令到腿骨兩端 後軟骨生長 腳長一點 人人自然高一點 但是一旦到了這麼多年紀 發育之後 就差不多就會蓋化 蓋化之後就不能再增高了 不過你們這個年紀 再繼續做運動 都不會高得多 不過做運動也是好的 很棒 很久沒射球了 先射球球 小孩子在發育時期 每個家長都會關心他們的足部發展問題 我經常聽朋友說 他們的小朋友有扁平竹的問題 所以我都會買球鞋和氣剪鞋給小朋友穿 免費他走腳 那穿球鞋或者氣剪鞋 是否可以預防扁平竹呢 扁平竹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是一個問題 或者一個病態 三歲的小朋友才開始 腳慢慢形成足弓的形狀出現 而這個發育的過程 差不多到九歲十歲才完成 所以從三歲到十歲這段時間 有些扁平竹是絕對不出奇的 沒有症狀的軟性扁平竹就不用擔心 不過如果有明顯症狀的 就要留意吧 我們要看看症狀是什麼 很多時候的症狀都會說 是腳會痛 腳肘有時會痛 腳趾有時會痛 或者很容易累 又或者父母會覺得 小朋友穿那雙鞋 很快就會失敗 或者爛 又或者穿鞋的時候 腳和鞋之間都很鬆 如果有這些症狀的時候 就可能要去找醫生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引致到 如果沒有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都需要 幫他做一些鞋墊或者腳墊 幫助腳和鞋固定得好些 以及減少他引發肌肉的痛等等 真的好 又可以高一點 阿嘉 你為什麼會疑我 你快開口夢 我當然不是快開口夢 我發燒 發燒?發燒你還在笑? 你沒聽過發燒會飆高嗎? 想起都開心 我只聽人說過 小朋友會發骨折 發骨折就會發燒 退燒就會高一點 是否真的? 這種說法就不太正確 沒錯 當身體發燒的時候 身體的免疫系統 就有一連串很複雜的反應 而這些反應可以間接引致 生長荷爾蒙的產生 很多時候看到小朋友發燒之後 或者大病一場之後會高了些 但小朋友就算不發燒 都會長高的 至於你 一早就超齡了 你的後軟骨一早就長了 怎麼發燒都沒得高了 哎呀!真的高了 我都說會高的了 不是呀!你燒到104 高了很多 那醫院還不快 拜拜 走吧 走吧 罐裝宣誓飲品會令女罐式出女 令你變痴癌 吃咖喱可以舒緩頭痛 想得多,白頭髮也會多 直發新科技可不可以填平地中海呢? 下一集最重要健康再見